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我大喵 我来自台北 已经在大陆21年了 主要从事的是虚纽像制造的工作 这边是我们的光学动补棚 也是虚纽像的制作中心 主要就是透过光学镜头 跟我们动补老师身上的动补符 来做一个联动 这个动作捕捉的数据 都会存成数字的档案 实时就可以看到动作 在这个娃娃身上呈现 为什么要不要制造虚纽偶像呢 因为创作者都是很孤独的 我觉得虚偶可以让我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我心目中完美的世界 我们希望有很多的事情呢 它可以更简单 更容易的被别人接受 虚纽偶像呢 除了有好看的外表以外 每一位呢都有自己的特长 我创造他们呢 是想把二次元带入到现实生活中 你想象一下 如果讲台上的老师变成虚纽偶像 是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每天只需要睡三个半小时 就能浑身充满能量 就像3.0快充一样 我来金山 原因是因为金山很安静 金山没有人打扰你 然后呢 金山很舒服 对 它下雨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 然后你今天七年好 你就可以跑去云村吃个雨饼啊 吃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金山是一个全上海最多吃的东西了 在市区什么事情都很匆忙 对 那我就觉得金山很适合做创作 很适合long stay 对于创业者来说呢 我觉得控制成本是最重要的 在金山呢 基本上我都是公交出行 而且呢又有这个 自知齐全的孵化基地办公空间可以使用 还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无效社交 那来金山找我的应该都是真爱吧 上海呢 是这么一个充满的激情又包容性的地方 在上海呢 我有很多的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 每次与他们的交流 都可以让我触发不同的灵感 我的虚拟偶像呢 目前还没挣钱 还属于烧钱的阶段 但是在未来 谁又能说得准呢 我的梦想呢 是在上海打造亚洲最大的 虚拟偶像经纪公司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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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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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